何啟明議員三分鐘 主席 我不知道是不是羅冠聰議員 可能大學未必要 以我理解應該是 這些這樣的水平 執著定義的水平 通常我們大學一年級 剛剛入大學的同學 才會拘離這些所謂定義的問題 校律促進組說的DBO 定義就是 在完成整個承建商 完成整個工程之後才付錢 政府就說 不是的 其實只是按照它的基本原則 去跟從就可以了 但其實也解釋不到 顧慮就是 為什麼你要做一個 違反校律促進組 給建議的決定 就是你不跟它 在工程之後才付錢 現在一路起一路付錢 這個的確 我是需要局方去回應 第一就是為什麼不去跟從 為什麼要選擇 跟校律促進組給的建議 而不一樣的政府付款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名字 一個concept 通常就是 對應一大堆的動作 或者實際 現實世界上出現的事 只要把事情解釋得清楚 DBO無論哪個階段付錢都好 政府文件寫得清楚 什麼時候給它 就有說到 而不是說 你將這件事 它是否叫DBO 也好 叫其他名字也好 即是說清楚一件事 是什麼時候付錢 如何付錢 就行了 沒有一定要哪一個定義才是對的 這個是大學一連級的水平 的問題 的水平 我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會在議事堂 還會拒絕這些事情 接著又聽到同學 又說是 維標 搞到我們的市民 可能人心惡惡 會不會有幾百億會浪費了 維標 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 都是局長要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想說 為什麼我們大廈的管理會出現維標 因為我們的市場的信息不夠透明 我們的市民 我們平時 我們立法會的同事 比我們在路的同學都好 同事都好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去知道 那麼多的信息 才會容易出現維標 但是我相信政府 在這個工程裏面 有那麼多公務員看著 知道整個國際 或者整個香港的工程的資訊 怎麼會有幾間公司維標呢 因為你說得出 這個 你會說維標 因為這個級數的維標 跟我們平時市場 我們大廈遇到的不同 我們大廈遇到 可能有很多小公司 不知名有一個很低價 在這裏做理 但現在這些工程 大家知道 是某幾間大的集團 可能是自己去組成 才做得起這個大工程 所以我不相信 有維標的過程出現 我希望同事 不要在這裏搞到 大家人心惡惡 我覺得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 我想這個要局長 和商經局去談 對於體育的普及化 其實早兩天我們有個質詢 就是關於 怎樣令到市民 足球或者籃球的普及化 是真的需要 將一些很平常的聯賽 都可以透過我們這些節目 令到市民去看得到的 我相信當然 起了一些體育員 會更加便利到這件事 但那天 扯遠了是嗎 是誰說的 不知誰說的 所以我希望 這個我們 那天就在 初心那裏問到 其實我們希望 民政局 是資助某些聯賽 不要只是 籃球足球這麽熱門的 可能這些相對 籃門的一些 冰彭球 本地的排球 這些聯賽 都可以 資助他們是有直播 無論是透過現有東網的直播也好 或者透過RTHK的直播也好 令到他們更加多的市民 看得到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 只有令到這些聯賽 是在我們市民透過市場化 才做到補合化 因為這些市場化才有 這樣的體育組織去推進 謝謝主席 好 時間到達 梁志祥議員 三位